各位漫威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Layman 今天和大家吃一下馬場花生 昨天頭場又發生了一宗南驅堡事件 為什麼南驅堡都沒有跑 不是關於南驅堡 是關於大摩馬房 上次又說驗了有血 跟著又說沒有血 那就擺個老烏 今天又出來 終於都贏到馬 但是贏了馬回來 究竟是否清清脆脆和馬迷 覺得是否應該一代莊主而贏 現在在馬壇裏面 都產生了很多疑慮 大家都在電視機都看到 一個鐘點線的時候 鏡頭拍著韋達 而韋達也以為自己是贏了 那隻是明月聲輝 但是後來電算機一打出來的時候 兩隻馬的完成時間都是1分22秒 但是冠軍就突然一聲轉到這隻一代莊主 變了冠軍就是一代莊主 而明月聲輝只能屈居第二 見到韋達就很失望 阿摩又幫這隻轉艙 上次又是一隻問題馬 交了一代當然是開心 但是馬迷亦都在馬壇那裡 好像在Facebook面書專頁 很多馬迷都在研究那張照片 關乎這張鐘點線的照片 其實上次南拘捕 贏了馬回來的時候 已經產生了很多問題 後來馬會在電視機公佈的時候 就打了一個黑色格子出來 就是以馬會的公佈為準 今天這隻一代莊主 本來個個都以為他屈居阿軍 但是就變成贏了馬 現在產生的問題 那張照片 小迪會放在賽馬貼士王的Facebook專頁 下面有一個連結 按一按讚好 按一按追蹤 以後有些什麼都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去參照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本來有一張 就是關乎1分22秒的時間 1分22秒9的時間 看上去就好像平排衝線 但是完成時間是1分21 22秒正 因為兩隻馬的完成賽事時間 就是1分22秒正 但是電眼的那個終點圖 所列的那個終點線 就是顯示了在這個1分22秒正之前 令到很多馬迷產生很多疑慮 但是馬會也找了高層人員來解釋 那麼巧就得那麼巧 飛機又是撞子妖的 是不是 那隻藍驅寶影贏了 產生那麼多問題 出自哪個馬房的 就是今季跑完就榮優的大摩馬房 昨天這隻一代莊主又影贏其他馬 究竟又是出自什麼馬房的 又是出自大摩榮優馬房 兩隻馬都是剛巧就是阿摩影贏的 然後馬會有些高層人員在水蛇春 這樣解釋一大抽東西 各位有想看的 在賽馬貼士王那裏 小弟都會分享那條link 一代莊主和明月聲輝的完成時間 都是1分22秒正 但是前一隻馬終點捉線的圖 就是1分22秒9 至1分22秒正之間 那些水蛇春解釋 如果在這裏講到明天都講不完 各位有興趣進去看 大家都明白的 今天馬會解釋一大抽東西 又說什麼 總之贏了馬我們都是抽水的 無論哪隻贏對我們都沒有影響 台面當然是這樣 我就知道哪隻馬贏了對馬會真正抽水 沒有產生問題 但是又影響到誰買了些馬才是最大的問題 誰抽水給馬會 我就知道沒有影響 大家看完那扇東西 那堆水蛇春那麼長的馬會 就得淡笑 講開又講 周俊樂同學 明天在薩科日最拉尾的一天 就可以在谷草上陣 本來其實一早就可以了 但是7月8號 他就停賽了 但是要延至到今天跑馬地 結薩科日的時候 周俊樂就可以在快活谷馬場上陣 第一場年快活谷上陣的時候 周俊樂也是第一場季尾快活谷薩科那一天 看看周俊樂那一天又怎樣 剛剛周俊樂就放監出來 沙田薩科日好像做了主角 連場都殺進來 起碼兼捧杯的周俊樂 看看他在快活谷 最拉尾一天薩科日的夜馬 周俊樂又有些什麼表現 講開又講 講到周俊樂和近期的騎士 不斷在那邊騎來騎去壓來壓去 以錢代罰呢 昨天也有騎士被人罰的 周俊樂不小心拆騎 罰三萬 罰你三萬 但是每隻馬都有人買的 你這樣不小心罰三萬 但是一隻馬的頭絕額是多少錢 影響陣上那些馬的頭絕額有多少錢 毛顯東 其實這隻暖在里心 被人罰了一萬五 周俊樂其實巡航導彈被人罰了三萬 近期以錢代罰的情況 基本上已成為規矩 新規則來的 給錢就可以代罰的 但是在這麼多隻馬 這麼緊湊的賽事 香港的賽道這麼窄 這麼多馬出賽 這麼隻隻馬 都有這麼多公眾馬迷去投注 如果你陣上發揮罰了三萬元 而影響到其他馬匹 各位有投注馬匹的表現 而你只不過是停賽一日 即是好像我去駕車那樣 我故意去咳線 累到人家好像撞了車之後呢 接著就扣三分 接著就以錢代罰 這樣有沒有一個阻嚇力 而令到賽事上 而有安全公正的情況呢 那麼各位馬迷就自己去了解一下 今天講開又講 講到我們現在練馬斯龍虎榜的搖本費 在沙田禽12號那天 憑著這隻自然力量 和超級綠洲這隻冷東西 和保城致盛 因為田泰安發揮有些問題 練中三元 再加上他今天就是慶祝他的六十三三歲生日的同事呢 那麼變了呢 那麼昨天就練中三元就連切三個蛋糕啦 那麼這一隻超級綠洲之前在羅富泉馬房 今天轉了去姚本輝馬房 終於呢 就省靚的招牌呢 就為姚本輝打開勝利之門 那馬主也是開可以捧個杯啦 那麼姚本輝搖咪就認為呢 而這隻超級綠洲呢 就是一隻中距離馬來的 所以他就部署他縮回來千四咯 他說這隻東西都喜歡去追馬的 他說一帶頭呢 見不到那些馬呢 那麼他就不想跑 放軟了手腳的啦 這一隻不來香港做追數呢 追數那種呢 真是浪費了 是不是這麼說 一見到就追啦 那麼他就覺得這隻馬 即是找到這隻馬的毛病呢 所以呢 他就找見習生周俊諾 今天其中一位主角就減榜出擊呢 並一早去吩咐周俊諾呢 就留住追啦 被他追啦 千萬不要過早就奪頭出來呢 就放軟手腳 男人都明白的啦 不要過早奪頭出來啦 如果不是就放軟手腳的啦 那麼姚本輝和周俊諾 一早都是有緣份的啦 因為未去偉達馬房的時候呢 其實周俊諾已經跟姚本輝學藝過的 姚本輝就是這麼說啦 他一直都很欣賞周俊諾啦 他呀都未去外地集訓的時候呢 其實已經跟了我學習多達十幾個月的啦 那麼姚本輝覺得他很有潛質地說的 姚本輝認為呢 周俊諾是可以成才這樣說的 不是方家柏那種成才啊 是成為一個人才啊 那麼先講一講啊 現在練馬師龍虎榜的數目字先啦 那麼昨天姚本輝就連搏 不是不是 是連贏三隻啦 不是什麼三劑啊 是連贏三隻啊 那麼先憑自然力量啦 超級綠洲啦 以及保城智勝呢 那麼現在將這個頭馬數字 一聲這樣煤開三度就去到六啊七場了喔 那麼至於拋離了呂建威和高東尼成四場頭馬啦 那麼現在雖然啦 都是還有一次的賽事啦 但是大家都明白的啦 拋離四場賽事啊 發貨曲是不是跑九場就不知道啦 是啊是啊有九場賽事啦 所以要反先來講呢 就好像真是貌禁二啦 那麼可以說姚本輝拿這個練馬師冠軍呢 基本上可以說毫無懸念這樣講的啦 哈 姚本輝贏完三場之後 拋咪啊 那麼巧啊 他那天是生日來的 他說完成了一天的賽事呢 他說我的心情總算可以放鬆下來的 因為你一向都堅堅聲的喔 現在才放鬆下來 他說其實不論贏和輸啦 跑完馬之後那些壓力呢 都會消除了這樣講的 哈 由硬變軟就當然是壓力消除啦 是不是啊 因為那些心情啊 不要亂想事啦各位 那麼他說當然贏馬的心情呢 就會好過些啦 他說賽前呢 他跟莫雷拉商討過 想將這隻保城之勝呢 就守住在四五位的 但是怎麼知道一隻馬一出來 就已經咬住二位 而且貌遮擋呢 其實他都覺得有點擔心的 他說始終今天的場地呢 都不是幾禮拜在前面走啦 他說不過陣上始終都是由騎斯華視這樣講的 哈 好像我們這樣啦 買了錢下去呢 那麼那副麻將不是自己摸 就不是自己打的 是由騎斯華視的 我們是買油菜的 他說他相信莫雷拉了解這隻 保城之勝的馬聲呢 才會做到這樣的決定啦 那麼再加上陣上有其他馬 發揮不到最佳的水準 那麼但是這隻 保城之勝反為發揮到他的水準呢 最終就贏了馬二回啦 那麼而本輝說 證明了拉肅的拆旗是正確這樣講啦 那麼這一隻這樣的保城之勝呢 都可以說是一隻側身的好馬來的啦 那講開又講啦 那講到昨天周俊諾喜媽回來 其中一隻叫做利害鳥的馬啦 那麼他周俊諾徒學呢 身為一個見習騎士啦 那麼這隻利害鳥的飛也都很硬正的喔 那麼但是其他馬那一 有些未拍楊飛啊 有很多馬都是同場新勝上陣的啦 那麼這隻利害鳥 竟然呢 就只剩幾倍貨仔的啦 那麼但是這隻馬 沿途就守住三位 那麼大家如果跑馬有分 有研究開這個分段時間的呢 那麼這場馬什麼叫做 是一場慢步速利放頭馬呢 那麼各位想想啦 那麼至於賽後報告 也都水蛇春那麼長的啦 有些馬又有放又變了流後而跑啦 那麼這隻慢步速贏馬的厲害鳥呢 那麼就贏了馬啦 再加上呢 在第九場再贏了那隻超級綠洲呢 那麼周俊諾就贏馬兼蓬貝兼喜媽啦 那麼厲害鳥 靚步速贏馬 夠了慢啦 那麼說到姚本輝現在呢 就已經是帶來其他馬斯四場頭馬呢 那麼再加上贏了三場頭馬呢 姚本輝那你對真勝的冠軍的信心又怎樣啊 那麼姚本輝呢 賽後之後呢 贏了一隻超級綠洲呢 他就說對真勝的信心就托賴托賴這樣說啊 托賴托賴喔 那麼跟著就說自己鬆了一口氣啦 那麼小弟雷文呢 見到你說托賴托賴 那麼我也說兩句陰敬陰敬啦 是不是呀 陰敬是一個很尊重的用詞來的嘛 那麼至於昨天啦 姚本輝是一個練馬斯的主角啦 贏三場兼生日啦 是不是這麼說的 那麼那些蛋糕就飛來飛去啦 那麼至於另一位主角也是屬於周進樂的喔 那麼放監啦 那麼出來呢 那麼騎了幾隻馬呢 都是有些神來之筆的 好似破研的明恩賞啦 蟲草之聲啦 超級綠洲啦 那麼這些馬都可以產到進來的 那麼就贏了這隻這樣的厲害鳥啦 還有這隻這樣的超級綠洲啦 那麼這個周進樂同學呢 再加上星期三的夜馬呢 就可以在快活谷商爭啦 那麼講開又講啦 今天講到昨天沙田的賽事 哪隻馬贏出來呢 是交到水準 而是令到人家覺得嘆為觀止的呢 就是出自方家拍馬房這隻這樣的顯心星啦 是不是呀 那麼上次就輸了給一隻儀昌飛驅 坐定粒飛去外擋 想著一定殺到敵的啦 那麼怎麼知道弗得外得仔呢 那隻儀昌飛驅又省位又省了啦 那麼嘴拉尾折了上來呢 最後兩步呢 那麼就被一隻儀昌飛驅就過了去啦 那麼這隻顯心星那天出不到GIG之後呢 那麼昨天搞到那些投注者都不知道買它 還是不買它啦 是不是呀 TOKYO的時候呢 那隻金莊領呢 那麼巧巧又閃來閃去的 那麼這隻顯心星獨贏賠鹿去到1.4倍 買PACE更加就沒有講啦 是不是呀 公眾馬迷就不知道怎樣投注好啦 那麼但是莫雷拉都贏了這隻顯心星呢 基本上是 就是這隻馬就是超斑的啦 那麼連馬斯波咪就這樣講啦 方家帕 他說顯心星啊 他說因為早前呢 有些傷呢 就休息了三個月啦 那麼但是健康現在已經回穩啦 他說上次田草千二米格這麼久 復出呢 其實末端的後勁是很凌厲的啦 那麼做出21秒54的快時間呢 反映他的質素是很高啦 他說今場他對他其實已經是有一定信心的啦 不用理啦 公眾馬迷和看電算機都知道啦 那麼結果呢 都沒有令到他失望啦 他說由於今次啊 何宅姚亭賽 改配阿拉宋啦 他說很高興呢 可以圍堵這隻顯心星打開勝利之門啦 再加上方仔就說 希望他下季踏入四歲再成長呢 他說從他的血統來看呢 就可以跑更長的路程的 方家帕就對這隻顯心星的前景是感到樂觀的 至於跑第二的是什麼馬呢 就是諾菲的明欣賞咯 是不是呀 跑第三個叫太陽戰馬咯 跑第四個叫龍鑽輝煌咯 通知如果你正正確確去拖一些正路馬呢 就是無得拖的啦 今天講開又講啦 昨天另一個令人忽視的馬房 關於何妍啦 因為那些焦點全部射到BIG4那裏 再加上高東尼阿摩 姚本輝那些都是屬於連場出擊的啦 這個何妍就是身為一個羊皮披著 羊皮蓋著虎皮的練馬師啦 是不是呀 昨天將這個羊皮揭開了 今天贏了這隻八步村雲就贏了馬 何妍搏咯就說 他說八步村雲上季尾在沙田薩科日贏馬呢 他說相隔一季呢 今天又在薩科日呢 沙田薩科日 又贏馬 他說可以重溫這個美夢 是不是呀 哇贏啊贏的啦 他說這隻馬一直表現就很好啦 狀態又夠勇啦 所以呢 就是覺得贏得很好 他說潘頓真是一個優秀的騎士啦 他說今場慢步速呀 其實形勢不理呢 但是這隻馬在他的姜誠發揮之下就很受騎呢 他說最終八步村雲克服重磅 贏了馬可以贏到勝利呢 就感到很開心啦 至於何良哥哥昨天的心開不開心呀 至於為什麼呢 早前有一隻叫做禦龍共舞 轉了倉座 散到腳招牌立立令啦 是呀方家柏 何良還餐一圈才不倒業啦 在貴宗轉了去賀賢馬房那隻 心中有理呢 哎呀小弟啊雷文啊 真是不幸運啦 之前貴宗在何良那裡都有追過這隻馬的 那一轉了去賀賢那裡 我昨天呢零射那些飛呢 就特別勁的 想不入閘啊 下了幾百萬飛的 那小弟記得做賽大豬溫飛呢 見到何言有敢的飛數呢 就沒有幾多隻的 近來有一隻就是新馬 阿薛恩就贏條街回來 那隻好像叫連連歡樂 至於呢 這隻心中有理 這場頭馬呢 如果在何良的馬房那裡呢 就做好一點 這隻馬就畢業啦 但是現在就不是啦 就被人啪一聲刮了一巴 那去到何言那裡就贏了啦 那就贏了七場的四班千四啦 那何言打咪就說啦 他說 心中有理 較早在谷草一里 遇到不利的形勢 臨場步速太快 不利他發揮啦 那這隻心中有理 應該何言就說 潘頓跟早了回來那場啦 他說 當我接手了這隻馬之後呢 何言就認為他跑沙田是更合發揮 這樣說的 所以就部署他主力跑沙田咯 他說 輪隻馬 其實當然是去到反彈的評分那裡的啦 他說在四班當然是有競爭力的 這一場頭馬就不是幫何良畢業 而是幫何賢喜嘛 今天講開又講啦 講到昨天姚本輝贏三場 其實高東尼也是打算爭這個冠軍的啦 高東尼也是練場出擊的 昨天高東尼的成績呢 就是贏了線路勇區 還有什麼誰什麼誰 如果不是田泰安發揮美場那隻醒目勇區呢 那真的還有條件可以一爭的 但是就始終都是昨天姚本輝練中三圓啦 那麼高東尼呢 就只能回開二度啦 贏了馬回來這隻什麼誰什麼呢 這隻馬是跟那些無心睡眠 什麼不羈的風那些一堆勒的啦 那隻這樣的不羈的風呢 那隻叫做 是不是是不是 無心睡眠 只能夠跑過PACE啦 又說賀明練哥哥 馬主撥咪呢 他說他一家人都很開心啦 因為近幾個月的社會衛生環境的情況呢 他說都很久沒有入馬場欣賞賽事啦 他說今天真的考難得啦 馬會放寬了些措施呢 那家人可以進去觀戰啦 他說好幸運呢 這隻什麼誰什麼誰 咦咦好幸運的嗎 不是好幸運的 他說什麼誰什麼誰呢 又可以順利贏馬呢 就可以一家大小拉頭馬呢 他說最開心就是這樣啦 那關於這隻什麼誰什麼誰呢 因為經常都很容易就是有談的 這隻也是一隻問題馬 上次跑到書橋街回來就說有談啦 那這次呢 因為上次是大敗20個馬位 那今天呢 一日入場一見到告冬妮呢 第一句就問啊 告冬妮有沒有談這樣說啊 其實他說他不是問啊 告冬妮有沒有談 而是問今天什麼誰什麼誰檢查員有沒有談 對了 那現在買馬有時候呢 都要研究這些馬匹裡面有談沒有談啊 健康問題啊 這樣的啊 對了對了 總之有談就贏 不是有談就輸條街啦 沒有談就贏到掉了啦